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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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不再只是老师传道 授业 解惑的代名词 而是同学们呈现创意的最佳工具 的确 在21世纪的教育趋势 老师在黑板写粉笔的时代恐怕真的要成为过去 因为自然每次每几堂课就会有预期 然后老师会考我们几题 然后就是就是用那个这些设备 用自然的话可以可以更快 然后又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国语吧 就是刚刚制造剧那样 就是可以上就是用在那个电子板上 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玩意 让同学们上课不再枯燥 上台更加踊跃 我们实际来到位于台北市望华区的双元国小 有间很炫的智慧教室 让上课变成好像参加电视意志节目 一样有趣 白板上这个倒数周 让国语课变成各组竞争的游戏 紧张有趣 来 游戏哪 先好了 第三组好了 来 请第三组先 好 第三组 来 第二组 第五 同学们绞尽脑汁的兆具 一放在提示机上 文章句子就立刻出现在白板上头 六组同学照的句子好不好 立刻来比较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每组写的 有什么不一样 来 先听一下第一组的好了 来 第一组的亲如开始 亲如在机场等待许久不见的亲人 终于知情 他终于看到了家人归来 他母亲相拥而行 这一组写得很完整 对不对 在机场等待许久不见的亲人之际 而且还有前因后果 对不对 写得很好 来 第二组的那次来 弟弟 如果同学们知道的句子不好 还可以立刻在白板上修改 六年四竿赛大队 建立获胜之际 因为不小心调放 而输失胜利的机会 这一题有点怪怪的 只要怪在哪里嘛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怪在哪里 好 来 后环请说 在什么之际 快要获胜之际 好 快要获胜之际 来 你改 那请问一下快要还可以改成什么 即将很好 即将获胜之际嘛 对不对 所以呢快要获胜之际 或者是即将获胜之际都可以 因为他还没获胜嘛 如果你前面写说获胜之际 表示他已经赢了 赢了怎么会后面又掉棒 又错失获胜的机会呢 对不对 好 所以应该是快要获胜之际 或者是即将获胜之际 这样改起来呢 就会是对的 好 来第四组的念一次 是因为一番紧张的比赛 到底哪一组的赵俊是本次的冠军呢 学生们还可以用IRS 即时反馈案件投票决定哦 那你现在看这六句 你觉得给你一点时间看 你觉得这六句里面 这六组的六句里面 有哪一组的你觉得写的最好最完整的 这六句你觉得比较喜欢哪一句 它写的比较完整哦 用词比较优美哦 然后你就来决定一组 请你选一组 投票投给看人家投给谁 OK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获奖的是 第一组有十票 所以是第一组是第一名 如果没有电子白板或这些资讯符句的话 那就是老师们上课的话 都还是用传统的纸本或书写的方式 其实还蛮辛苦的 那有了这样子的设备之后 其实可以用一些数位化的教材 然后直接用在课堂上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对学生来讲 其实这些数位教材 其实有些能够让他们更了解 一些比较难懂的观念 比起以前纸本来说的话 传统国文造句的课程 现在就像抑制游戏 这就是最新的医化教学 不只让上课变得有趣 更重要的功能 还可以及时分析评量 了解学生 昨天那很简单对不对 才实体对不对 所以啊 一百分的 好多人 十七个人 一百分 然后呢 九十分的有三个人 八十分的也有三个人 用心一点的话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 学习状况非常好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只要这里的人 稍微再用心一点 更仔细一点 他就会到这边 就会变成你的学习状况 非常好了 就是以往的测验的话 都是纸笔测验嘛 那纸笔测验 你需要经过一些批改之后 然后如果你要分析这么仔细的话 可能要自己很辛苦的手工 去做一些分析这样子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设备 这样子的系统 可以及时的 就可以知道 小朋友的学习状况的话 那其实老师就可以知道 也许这堂课哪里不足 下一堂课就立刻就可以 就是再补充回来 那其实小朋友 他们自己也会知道说 自己哪里 这堂课可能学习的不够 那他可以回家 可以再复习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那还有结合到后面的 就是诊断分析的部分 那他们能够更清楚知道 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然后针对这个弱点去做步枪 那其实这一套系统 我觉得还蛮准确的 因为呢 比如像刚才你们看到的 这自应自行 其实那个后面那几个 比较初心或者是比较弱的 同学其实在以前考试的时候 其实大概就是比较差的部分 这样的移化教室 让师生们的互动更多 教学更活泼 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也大大提高 一开始当然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因为其实 因为用这些科技设备 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比较少接触的 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然后又可以自己动手 那跟以往只拿着分笔 其实会不太一样 那还有就是 像刚才看到那个评量的部分 那以前可能就是举手 那举手有个问题 可能就是会碍于 什么人情的关系 那他如果说 直接这样子按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有自己 更多的想法或者是 决定这样子 还是蛮有趣的 那他们其实对于动手操作 这件事情还蛮喜欢的 学校告别粉笔的新开始 如今用触控笔 就可以在白板上书写 还可以运用资讯科技辅导教学 更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 增进同学们的学习效率 这个科技服务教育 科技服务教学 科技服务学习 这样子才能够回归到 教育的这个基本面 那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的团队的 这个专业团队里面 大家都是当过 数十年的老师 也研发过科技 有一六十年的经验 那大家把这个结合起来 把教学和科技 把它整合在一起 因此我们推出了 这个team model的智慧教师 能够有一套最新的 智慧教师的设备 除了校方愿意投入经费 资讯公司 还有学校整个产学的合作呢 更是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 网易从1999年开始 就投入了 教学科技的产品研发 而他的创办人 也就是吴权威 本身更是拥有 师范教育的背景 以及超过20年的教学经验 因此呢 他特别能够体会到 老师们在教学上的需求 所以在小改变 但是大效益的核心价值下 网易开发完成了 教学活动有四大 一化工程的完整方案 那么希望呢 用教学科技 来提升教育竞争力的理想 能够真正实现 好 这是第一位小朋友 好 接下来是第二位小朋友 好 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好好看一下这四个作品的差别 等一下各位就要来进行这个票选 好 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来票选 好 现在这个四个作品 缩小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及时的票选 好 各位同学请投票 好 非常紧张 有的人想很久 好 心目冲的最好作品 到底是哪一件 我们现在来公布结果 我们看看 哇 接近评分球是 我们的第一名是谁 是一号同学 他得了六票 所以我们第一名是一号同学 恭喜一号的作品 他获得的最高的荣誉 票选美劳作品 让上课可以变得这么的有趣 用食物提示机 取得纸本画面 再立刻用IRS互动进行投票 老师还能立刻使用 电子白板功能讲解 这就是网易研发出的 Team Model智慧教师 我们这一次得奖的 High Teach互动教学系统 就是我们在E Teach 完整的这个方案 他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电子白板 食物提示机 还有及时反馈系统 做一个最佳的整合 换句话说 有了这个系统以后 老师可以做最少的准备 然后产生最好的教学效果 把这个教学效果提升到 这个最高的境界 High Teach结合我们这个 智慧型的云端的诊断的 这个系统 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 Team Model智慧教师 因应教学现场的使用需求 网易资讯特别研发了 High Teach三合一教学软体 将这三项主要的辅具 整合在一套软体上操作 是Team Model智慧教师的最大特色之一 而这项创新的产品 也获得了这一届台湾精品奖的肯定 像在英国电子摆板 已经建制率将近接近100% 所以这个市场在台北市 也准备在三年内 建制到每一间教室都有 互动电子摆板 每一间教室都有食物提示机 所以这个科技进到教室去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趋势 尤其中国他们总共有 600万间教室 这些都有机会把这个 智慧教室的这个技术 和整个理念输入到这个教室里面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 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了这样的智慧教室 不止美劳课变得有趣 上自然课也成为了同学们的最爱 当然也增进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教这个自然科学的时候 我们要有比如说有植物 这个从种子发芽生长 长株叶子到开花 这样的过程呢 其实老师现在可以 透过我们也可以自己来拍 这种叫做定时摄影模式 它只要把这个 比如说绿豆种子 把它放到这个培养棉上面去 放到棉花上 然后摆到这个食物提示机下面去 它就可以开始录 比如说一个小时我就录一张 比如录完了一个礼拜 七天之后呢 我们就会自动产生一个影片给老师 那么老师在教学上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 植物生长影片把它放出来 所以对老师的人 他的教学都是非常的便利性 而传统教学 每位老师需要面对 为数相当多的学生 学生学习状况的判断 显得特别重要 透过网易的智慧教室 老师就可以获得学生的诊断报告 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透过云端运算 来产生各种的诊断报告 比如说月考这种 叫做总结性评量 评量结束之后 这些数据呢 其实就会送到我们这个 云端的ADAS 然后就马上产生出这个诊断报告 来给这个学校 给老师 还有给学生 老师看到这个诊断报告之后 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说 到底经过这个评量活动之后 到底我们班上的学生 到底是哪些地方学得不好 有哪些同学 他可能是不专心 或是考试的时候会粗心等等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诊断报告里面 很清楚地呈现出来 所以学生看到他自己的报告以后 就可以马上知道说 我哪一个概念不好 我未来我要自己要复识的时候 我只要着重在那些概念就可以了 那在我们智慧教室的整个方案里面呢 我们还有这个同步录制系统 它可以把老师的教学把它录下来 然后上面会标上说 我老师现在教学这一段 是什么样的知识概念 所以配合这个诊断的图的时候 学生就知道说 比如我刚刚讲那个原子光谱 我学得不好的时候 那么马上连结到那个影片去 我只要复习这一段 我不用从头看到尾 那对学生人他的复习是会是比较节省时间的 也就是比较精确 世界顶级运动员 需要科技技术辅导 才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 创下最好成绩 同样的学生要赢在起跑点上 更需要新科技的教学 他是具有智慧性的 那对老师而言 老师就可以像医生一样 因为我们诊断系统 就会提供这些诊断资讯给这个老师 就好像医生 他叫病人去做各种的检测一样 然后他看到这个检测结果之后 他再来下药方给这个病人 那么对老师也是一样 这个学生 不同的学生 他在哪里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可以开不同的方子 给这些孩子 让他们去增进他们后续的学习 网易经过20多年来不断地研发 成为现今国内教学科技的领导品牌 靠的就是公司团队中 这三个核心灵魂人物 当初三个人是同校的学长 学弟 毕业后各自都当了学校的教授 以及老师 有了科技的知识 以及老师的背景 再加上三个人良好的默契 创立了广义资讯 科技人不懂教育 教育人又不懂科技 所以这科技你弄来弄去 都是为了科技而科技 所以在我的名片上特别印 说我们要科技服务教育 科技服务教学 科技服务学习 这样子才能够回归到教育的基本面 那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的团队的专业团队里面 大家都是当过数十年的老师 也研发过科技 有一二十年的经验 那大家把这个结合起来 把教学和科技把它整合在一起 因此我们推出了 这个team model的智慧教室 凭借这二十年的实际教学 校园交流与教学实验 等多方面的经验 网易特别着眼于师生的角度 努力推动四大教学 一化工程 并推出最完善的 一化教学整合方案 就是希望打造出 最符合需要的数位教学环境 以落实享受一化 优质学习的理想境界 那离开以后 陆续一波两波三波五波 就把这个好的人才都带走 然后他的一些know how 经验等等 包括这些这个专利 都带走 所以剩下的就是老若藏品 跟老旧的厂房设备 所以那几年 这个非常辛苦 因为没有经验 跌跌撞撞 就是从这样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无线麦克风 一般都是作为主持会议 或者是上课教学使用 但缺点就是 频率总是会互相的干扰 常常造成收讯不良 或者是会发出杂音 而加油电子 他们所研发的 红外线麦克风 就会降低这种 频率干扰的问题 所以成了很多学校 他们辅助教学的工具 但除了麦克风之外 其实加油电子 他们也开发了 像是扩音机等相关的产品 更励志在2015年 要成为台湾美生产业的 第一大厂 课堂上上的是日文课 诺大的空间老师轻松讲解 学生踊跃发言 靠的就是这一款 红外线麦克风 接收靠的就是 高挂在天花板的接收器 特色是不怕 无线电波的频率互相干扰 上起课来更有效率 像刚才提到过 第一个就是说 它比较轻巧 比一般的麦克风 更精巧而且没那么重 而且可以挂在波子上面 收音也非常清楚 像一般我们的麦克风 尤其是像小蜜蜂的一些产品 老师戴在身上 有时候会会有那种回溯 或者说咪咪咪的声音 那声音非常的吵 而且音质很差 那这个我用起来的结果是 我发现它音质非常的好 不管走到任何教室的角落 都很清楚地 把它的声音展现出来 加有电子生产的 红外线无线麦克风 技术上求新求变 成为辅助教学的必备工具 在重量上也进行改良 也可随时充电 大为提升方便性 从传统的两颗 上到电池改成一颗 把重量整个降低 然后也考量到 实际上在教学过程 可能有辅助的音源 其他音源输入 因为现在学校用很多 像电脑 或者MP3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也有可以做 就是老师可以做辅助音源输入 当你可以从你能动不可 把音源放出来直接插进去 他一样可以从扩音机出来 然后这一款来讲的话 因为也就是说 当整个教学的过程 有可能老师要跟学生互动 这一款就可以让学生 轮流去使用 就是说直接可以跟老师这样互动 40年前创立于嘉义市的加油电子 制造出台湾第一支无线麦克风 近年来在董事长孔德伟的带领下 研发包括扩音机 无线导览等相关产品 扩展更多的使用种旨 当然还是以本业无线麦克风为主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提升到 无线扩音机 因为无线扩音机应用的范围 也很广泛 在喜欢学校 教堂 寺庙 一般我们的讲话都会用得到 另外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无线东部欢迎导览 更专业用在一般的国际会议中心 或特殊的这些导览 那另外无线耳景会议麦克风 我想我们一般的会议室 一般都是有线的 如果我们把它提升到 无线的耳景会议麦克风 那我想在应用上使用上会更方便 由于传统的无线麦克风 会因为功率太大 使用者太多等因素受到干扰 但红外线接收的麦克风 没有电磁波 也不会像无线电波会穿透墙壁被窃听 许多国防及军事会议都普遍使用 因此这套系统拿下国内外各项专利 也获得这届台湾金瓶奖的肯定 这十年左右 我们在国外推广的相当不错 因为台湾还是习惯用无线麦克风 可是在国外英语系国家 在学校的场所 甚至在卡拉OKKTV用得很好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商机 所以我们就自己来推广 红外线麦克风 包括接收机扩音机 另外红外线还有一个特色 它就是没有电磁波 加油电子是孔德伟的父母亲 孔令兴 以及孔章贵芳女士一手创办 受访时高龄已经八十多岁的父亲孔令兴 还特别拿出四十年前创业的第一支电容式麦克风F60 弹起创业的艰辛 这一支都是早期的 它这个也是这边 可以开开装装电池的 装装电池 算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那些不流行嘛 也不普通嘛 都是一般有线比较多 无线的那是什么 有些人做伙议啊 也是来关买啊 来来登学用啊 那些主要是推广 一直推广 但是不普遍呢 价钱又贵 人家又不接受 那是一段时间推广就很辛苦了 属于家族企业的加油电子 创业至今并非一帆风顺 十多年前面临经营上最大的困境 对外有同业竞争 对内还发生家族分裂 长辈另起炉灶 带走资深研发人员成立新公司 让加油差点经营不下去 那离开以后 陆续一波两波三波五波 就把这个好的人才都带走 然后他的一些know how 经验等等 包括这些这个这个 专利 所以剩下的就是老肉产品 跟老旧的厂房设备 所以那几年 这个非常辛苦 因为没有经验 跌跌撞撞 就是从这样最 从零开始 从最谷底开始 当时在台北上班的孔德伟 林文寿命 回到家乡 从父母手中接手家族企业 尽管学的是行销 对电子产业一窍不通 人坚毅的带领员工 从零开始 所以技术不懂 所以只能鼓励他们的研发人员 那对设计包装 平面设计包装 我比较有接触设定 所以我从先从外部来调整 把面板设计把包装 把其他各方面做好一点 慢慢慢慢一旦同时鼓励我们这些技术人员 然后再从电子的部分 电路的部分去努力 原本父母亲不放心 并不愿意交棒 如今看到产品推成初心 甚至公司的业绩整整日上 坐在角落的孔章贵方堆满笑容 对儿子的能力感到欣慰 而孔令星言谈兼言满是骄傲 台湾能够做第一支五项麦克风 也感觉很有荣耀 很不简单 10年前我太太要她交棒 她一直认为小孩子还不够成熟 我说不成熟也要教了 为什么你早期结束叫做磨练 你不磨练的话 他们永久都是感觉自己没有这个责任 现在放心 做好做坏是他的事了 我这个担心交给他了 有向有的成就了 做好是他的荣耀 做坏的话 他自己都对我们不好交代了 你iPhone 3GS或是iPhone 4拿出来 你看到一些文件 或者是你到餐厅去 看到一些路标 或者是你到一些意大利餐厅店 你看到看不懂Menu你就拿出来 然后相机对着那个文字上 就是你一拍 不用一拍这一马上可以看 你看得到那个文字的画面的时候 通知你可以看得到 欢迎 台湾能够做第一支五项麦克风 也感觉很 也感觉很有荣耀了 很不简单了 所以十年前的话 我太太要她交棒 她一直认为小孩子还不够成熟 我说不成熟也要交了 为什么 你早期接触交出磨炼了 你不磨炼的话 他们永久都是感觉自己没有这个责任了 大家放心 做好做坏是他的事了 我这个担心交给他了 有现有的成就了 做好是他的荣耀 做坏的话 他自己都对我们不好交代了 不敢只是做喇叭的传声筒 家有电子的拓音机还要追求品质 将各种音质的音乐完整呈现 让使用者仿佛生理其境 而生产各类产品的基地就是这里 占地两千多瓶的厂房 这个音乐刷的很棒 对 这个半自动的 他们说这样习惯 自动的 电子用不习惯 尽管国内外订单稳定成长 产品也获奖无数 但加油电子却没有因此松懈 每样产品从加工 组装 微调到测试 出货 都采取严格的评管 为的就是要确保每一支麦克风的功能 以及完美音质 这支三一支一二三 一二三一支一二三 我愿意这支麦克风特斯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灵敏度的切换一二三一二三 灵敏度切换小生的一二三 2015年虽然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那如果说我们要在我们这个美生产业 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厂 事实上我们要努力的很多 因为我们在进步的同时 别人也在进步 加油电子创下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案例 许多员工跟着公司十多年 就像是一家人 有了员工的向心力 加油更掌握市场趋势 加强产品专业技术外 更立志在2015年 成为台湾美生产业的第一大厂 将品牌熟悄全世界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 现在人使用电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但如果你不熟悉键牌的操作 这打字就成了一个很苦的猜试了 那么蒙田科技他们所研发的 Easy Go小蒙田手写版 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困扰 把字写在手写版上 这个软体它会自动辨识 而且辨识度还高达了96% 就算你原本字机潦草 你也不用担心了 那么另外这个手写版 还有很多贴心的设计 我们立刻就一起来了解 我们的手写版是没有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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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 与客户用电子邮件联络 若不熟悉电脑键盘操作 肯定会拖延时间 要分秒力争 上班族选择用手写版 进行文字输入 已经开到20年的手写 所以像写盘得检 写检得版 这些基本这都是蛮基本 甚至可以辨认日文 韩文 这些都基本上都是 算是很普通的一个功能 那甚至于它里面都具有 所谓人工智慧的功能 就是说这个手写系统 它会越用越聪明 就是说它会学习 在你使用过程里面 自动学习你的个人的笔记 因为我们知道说辨识笔记 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为什么 因为你写的字有时候 我都不见得认得到 但是它只要能认得你自己写的字 那就够了 你自己诡划符都没关系 只要它经过你的使用过程里面 它就认得你诡划符的字 那这个就是我们达到辨识 来让它越来越好的一个目的 蒙田科技研发的 EasyGoal小蒙田手写版 能像滑鼠一样随插随写 不用安装任何软体或驱动程式 也能储存文件具有随身别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 手写版强调辨识度高达百分之九十六 刺激潦草也不用担心 而且外形不到一公分的超薄设计 让时常必须南来北往的商务人士 方便随身携带 就算往来两岸三地也不用怕 因为软体还能够支援繁体字以及简体字 它其实是非常的轻薄小巧 那非常的适合 比如说商务人士 或者说你会随身带着它走的人 它非常的容易使用 那这当中就是藉由我们一个 有申请专利的技术叫随差集鞋 那我先为大家来示范一下 首先你只要把这个小萌铁 把它插到任何一台电脑的USB Port上面去 那在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开启任何一个词词 例如说Word啦 Firefox或是浏览器 例如说Outlook什么 任何你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 就开始进行手写的输入 其实很多使用者他会担心说 他购买之前会担心说 我是不是一定要写得非常工程 一笔一画慢慢地写才可以 其实不用的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去调整 我先为大家demo一下 我写个广东 广东的广 这是简体字 那我们出来就变繁体字 那东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 例如简单一点的 压力的压 这个地方也都可以帮你辨识出来 另外一边输入 萤幕右上方还会出现联想词库 方便同音字或是相关词汇的搜索 多元丰富的辅助功能 让使用者更轻松找到需要的支撰 提供了几个很实用的功能 包括联想词库 例如说我写的手写 我后面就帮你自动接上 例如说手写辨识 手写板 那OK 写作班之类的 那下面的 例如就可以帮你做后相关 所谓后相关就自动帮你接词 例如说写功能的写实 写作写出之类的 那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让你说 例如说你可能还是有 你的手写人也许多少会有失误 那这边就是可以辨识出来 可能的字 你如果写错可以在这边写 多项全球首创的功能 以及处处可见的贴心设计 让EZ GO小蒙田手写板 获得这届台湾精品奖的殊荣 而这套系统要协助的不只是上班族 更适用于银法族 不用再担心密密麻麻的按钮 总是看得五萨萨 现在有了手写板 不用紧盯着键盘敲打 就能轻松悠游于网络世界 EZ GO小蒙田 主要当初的设计一个动机是这样子 就我们发现说 有些小蒙田的User 蒙田比的User 它是属于这种 比较对电脑知识不是很懂的 比如厂经主 这样的一个老人家 他们对于电脑知识很平板 常常 他说买回去以后 他连安装都不会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有没有能设计一个产品 就像滑鼠一样 回去一插就可以写 那所以我们就構思一个 EZ GO小蒙田 那我们也发现有些 就是商业族群 它常常要traveling两地 有时候跑来这里 有时候甚至于回家要办事 所以我们都想说 如果说能让它把小蒙田消掉 然后带回去 一插到家里的电脑 马上可以用 这也是很好 甚至于它可以把一些档案 直接copy到这个小蒙田上面 然后回去也可以直接叫出来 所以EZ GO小蒙田定位就是说 它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设计小蒙田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所谓的Flash的功能 那小蒙田所有的辨识软体功能 全部放在这里面 甚至于它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像几机的那种空间 可以让使用者把文件copy到这里面去 除了EZ GO小蒙田 这款写意蒙田笔也具备相同功能 还能当作滑鼠使用或作为绘图工具 上投十字型的快捷键 方便使用者快速点选各种功能 另外专为iPad设计的蒙田笔HD 还能整合电子邮件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你手写的mail 当然是你只是写在我的笔记上 然后没什么意思 我可以帮你把email出讯 那我提供跟Apple原厂的email 去做帮他做传送的功能 那逐字打完之后 我按送出 他自动就帮我把它带到 Apple的email的软体里面 那你只要选好你的搜索人是谁 那按送出就可以把这个email送出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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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併 好 好 Contents 到餐廳點餐吃飯 發現看不懂菜單 又不好意思開口問人嗎 這位小姐拿出iPhone手機 對準菜單小瞄 螢幕立刻翻譯菜單上的英文字 有時候我們出去在一些國外的餐廳 不管日本料理或是法國餐廳 我都可以直接這樣子對準著 我不確定的單字 它就會自動幫我做翻譯 然後完全不需要拍照 比起傳統的翻譯機來說方便很多 尤其是像日本料理店 很多文字我根本沒有辦法做key in 那像我自己在學語言以前 我都是拿著翻譯機在做學習 可是透過它 就算我自己出門在外 或者是說我自助旅行 學習語言 都可以直接這樣子做使用 我覺得很方便 也因此要閱讀英文文件或是雜誌 再也不用急著翻字典 忙上半天 讓語文學習更有效率 這就是蒙田科技最新推出的 即時搜尋翻譯軟體 推出一個蠻有名的產品 叫Worditionary 它是極視極意 極搜尋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這是什麼 就是說你iPhone3GS或是iPhone4拿出來 你看到一些文件 或者是你到餐廳去 看到一些路標 或者是你到一些 意大利餐廳店 你看到看不懂Menu 你就拿出來 然後相機對著那個文字上 就是一拍 不用一拍 這馬上可以看 你看得到那個文字的畫面的時候 通知你可以看得到翻譯這樣子 持續創新核心技術 要成為手寫辨識的領導品牌 蒙田科技要讓電腦成為能夠 說 讀 聽 寫 看的人性化產品 落實讓科技更貼心的研發裡面 面對21世紀的激烈競爭 人才培育它是一個提升國家競爭力 很重要的一環 其實很多國家都早已經開始積極呢 將科技導入教室 而台北市也要在未來的三年 砸下4.5億元 要蓋150間的未來教室 讓國內學界還有教育界呢 開始要正視這個新科技導入教室的趨勢 在不久的將來 將會給學生們帶來一個全新的教育體驗 這是臺北市蓬萊國小的上課情況 有了新科技輔助教學 讓英文課變得更加生動有趣 走在時代尖端 蓬萊國小更在今年成為台灣第一所 微軟雲端未來教室 那我們同時也希望透過資訊科技 讓我們教學不同 所以我們把很多的教學資源 通通都透過網路來做存訊 所以我們老師很清楚 很輕易的就可以在電子板板上 取得所有的各種的教學素材 教學媒體 所以老師很輕鬆的進行教學 那麼學生就可以更有效率的 透過各種的多媒體的學習 讓學生更能夠藉著資訊科技 來產生不一樣的學習的感受 現在全國陸陸續續都有新科技進駐校園 不管是電子白板 還是最新的紅外線麥克風教學 或是讓不太會使用鍵盤輸入的使用者 也能使用電腦的手寫板輸入 但是許多關心教育的家長不禁要問 讓冷冰冰的電腦資訊科技取代傳統教學 是不是會造成師生們的疏離 那我相信這一套這樣的運用 對於學生在學習上和一個專注力 還有他學習的興趣呢 是有很大的一個助益的 我是覺得相當樂觀的啦 尤其像我們傳統教學 包括傳統的這個黑板 用文筆的方式 那個對於目前來講的話 可能會受到比較大的詬病 尤其對於老師的經過方面 也是有一些疑問的啦 那你看看像這樣的一個科技媒體呢 完全不用任何一個比 就是它的一個光筆在應用 那對於老師來講 我是覺得說 應該是非常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產物 那任何新的科技 只要對我們教學效益有幫助 我們都會大力的來挹注 那所以說我們在 剛剛可以看到我們在整個 教學環境的改善的部分 而且在這個品質新科技的 這些應用的情況 我們都大力的做一個改善 所以這些學校其實都很大力的 在支持這方面 我們也希望學生透過這些 有效的教學的資源的運用 能夠來達到更好的一個 學習的教育 不過有好的設備 但沒有人用 也等於沒有效果 尤其現在的軟體五花八門 進步得太快 很多教師來不及吸收 加上升學壓力大 教師也不願意嘗試新設備 網易的創辦人無權為強調 教學科技不能只強調創新 而不講究效能 必須是工具而不是玩具 否則在先進的數位環境 也是滑而不實 成為資源浪費 好 告訴我 這樣子加起來是多少 教室裡面老師不要做太大的改變 就可以發揮科技的效果 我們常常說 你要學電子白板 要經過訓練一個月兩個月 才開始教學 這個是違反整個導入的 我們常常舉一個有趣的說 要推動的都推不動 你只要一個 跑一個好的設備給老師 他一定會用得非常棒 儘管許多研究都顯示 科技導入教室有非常多的好處 但是當學校把科技設備 真正推廣到教室之後 卻有許多沒有獲得預期效果 對此研究教育導入新科技的學者認為 現在的學校 不管是校長或是老師 都不能保持舊觀念 反而要扮演火車頭的角色 引導學生吸收新科技 帶來的好處 新興科技事實上有相當多的研究 證實對學生的學習 老師的教學是有幫助的 因此我個人認為 校長必須要有非常健康的 正向的態度 進而去影響學校行政人員 透過行政人員的態度 去影響到教師 教師必須要了解到 因為現在我們的學生 是所謂的數位的原住民 所謂的數位原生 而我們的老師 是所謂的數位的外來民 數位的移民 如果我們的老師 不能夠培養最新的科技的能力 科技的助養 來引導來教學我們的學生 那科技的移民 跟科技的數位原生 是沒有辦法對話的 因此為了引導我們的數位原生 數位原住民 有更好的資訊能力 教師人必須要有正向的態度 來面對這些新興的科技 張憶華的研究指出 台灣的教育界面臨新科技的發展 應該要正面因應 尤其先進的歐美國家不說 亞洲地區 就有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 都要積極投入大餅經費 發展未來教師 而台北市政府 也要在民國103年之前 每年計劃在50所國中小 建置未來教師 達到台北市每所小學 都有一間未來教師的目標 從過去個人電腦教師 線上教學 到現在逐漸邁入數位教師的時代 比我周遭正在經歷 未來教師的第三波浪潮 這一集的夢想全紀錄 為您介紹了榮獲台灣精品獎的 最新互動教學科技 看到這些讓國人 引以為要的產品外 也讓您看到即將來到 這一波未來教師的趨勢 不想讓你我的孩子 輸在起跑點上 這樣的一個教育新科技 就絕對不能忽視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